推荐经典收藏回忆 欢迎来到Gail Game藏经格 我是考古UpJohn 2007年A社推出了校园文字AV机 双面教师 故事讲的是男主十条药 因为双亲不在家独自生活 而中介搞出乌龙失误 导致把男主分去了和两个女性合租同居 一位是热情如火 性格开朗马大哈的时工下机 一位是理智冷静 成熟欲解 黑棋实语 两个美女肯定是一口拒绝和陌生男人同居 但是因为听说男主会做饭 于是说好让男主包揽一切家务活 才勉强同意让男主安顿下来 结果去到学校才知道 因为原来的班主任休产假 临时班主任兼数学老师 就是黑棋实语 而一起来到班级的时工下机 则是实习老师 再加上执行部的孪生兄妹四五七 和后辈学妹 我们的男主开始了泪如牛马的幸福生活 本作的剧本就是七中密二的剧本创作人 大才子龚玄义鹤 这个视频往期做过 有需要了解的朋友可以一部续看 可以说在七二的剧本里 我是完全没看出这个才子的才在哪里 枯燥的剧情雷人的收尾 直接导致七中密二都快被七系列除名了 大伙谈起七系列三部曲 基本都是七一七三加七管言 可见二代的质量有多不受人待见 所以我们的大才子在本作里 能看得出是痛定思痛 人期结尾不好搞 那我这次就换人设 主公郁姐老师 所以我们从故事内容上 完全可以把本作看成是 新平庄舅舅 一个校园版的七中密 七系列的精髓就在于一个字 撩 大姐姐们成熟二四亿 还天天在那面前各种撩拨试探 玩命挑逗 其实这种作品最有趣的阶段 也就是朦胧期 真到了图穷壁线以后 反倒落入了拔座的范畴 我们可怜又幸福的男主 在家被两个巨乳姐姐 一冷一热地撩 在学校执行部被四五七撩 上学放学途中有学妹撩 这谁受得了呀 有赖俊座的画风 肉感十足 跟七系列御用的黑田金剑比起来 色气度稍减 毕竟四个女主都是未婚女性 而且还有两个是学生 跟人妻还是做了区别对待 我们男主的人缘是出人意料的好 可能有人要说 所有妹子都贴你 这不就是主角光华吗 我觉得本作里还真不能这么简单认为 对于男主的刻画 我觉得反倒是这类作品里 比较少见的琢磨颇多 首先十条药 学习成绩是很不错的 完全不同于一般gill里 上课睡觉的学渣型男主 另外他虽然野种马 但是个性比较纯良 真实不愿说谎 学妹问他 是不是一个人住 他因为不方便说出和自己两个老师住一起 只能顺着说是的 对学妹被动说谎 心也会痛 而且男主在NPC女生中口碑颇佳 刻意在美女老师面前表现的NPC男生 都被各种嫌弃 所以总结起来 在校园里 成绩家 情商高 为人比较成熟 但又能保有一些纯真心态的男生 真是被大欢迎啊 对现实生活中我觉得也很有指导意义嘛 想让自己在学校里受欢迎 我们的男主是个不错的教学范本 综上所述 双面教师我给71分 一个以撩为核心的校园亲口味拔作 推荐给年上欲解像人群 剧情里对话搞笑 尤其那对装逼双胞胎 总体氛围比较欢乐 另外本作插入了不少多视角叙事 但也只是浅尝折止 并没有深挖 如果说缺点的话 就是个人觉得CG重复度有点高 换一个小细节 就又当一场肉戏来凑福利 这让人觉得有点偷懒 本作同样采取了低成本快制作 廉价发售的策略 销量进入了年度前十 能看出来这是A社的又一次实验摸索 要知道7系列 不管哪一作优劣如何 都是有核心系统的 关于这个系统 往期做过不赘述 而本作虽然走的还是预解撩路线 但已经完全变成一个最普通的AVG把作 没有了A社一贯以来自豪的核心系统 这正是我在湛蓝那期视频里提过的 因为市场已经发生了快速变化 A社不得不面对 玩系统可能不吃香了 我们必须先活下去 这种现实状况 用原创小作品先试试水 毫无疑问是明智之举啊 往期本频道所有视频 评分统计表在我的动态制听里可以查看 如果您喜欢这个节目 请一定要点击订阅打开小铃铛 给个三连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